来 娘娘 时候差不多 咱们该动身了 你去哪儿呀 是 娘娘 娘娘 Zither Harp 勇气 你一定要保佑咱们一切顺遂 命你冤屈 还你皇额娘亲 太后 也不要 我爱你 我爱你 就别醒眠 勇气是个好孩子 当年勇气在慈宁宫 总是陪着哀家抄佛经 上回见你还是在杭州行宫 断发一别都这么久了 如今见你竟然是在这里 还真是叫哀家感慨啊 你们乌拉纳拉氏孤侄二人 都做了皇后 可最后都被禁足在宫中 与夫君离心 看来乌拉纳拉氏的女儿 不适合做皇后 当年皇帝一定要选你 做嫡妇禁的时候 哀家就曾经跟她说过 你跟她性子不合 反增苦恼 皇额娘有先见之明 就算哀家有先见之明 而如今真看不懂 你这独心而自 是什么意思 当年姑母临终的时候感慨 在这宫里行事 不为独身 只为独心 儿臣不明白 更不曾做到 所以落得和姑母 一般地绝境 还眼睁睁地看着永齐 哄视在儿臣眼前 哀家知道 永齐走了 你心里自然不好受 皇额娘 儿臣是个无用之人 为皇后的时候 就保不住景色和永景 如今永齐走了 只剩下永机 可是儿臣又被禁足在义昆宫 侧宝也被拿走了 实在不知道 如何保护自己的儿子 还请皇额娘能够成全 保住永绩 保住爱心觉罗氏 和乌拉那拉氏 唯一的一丝续埋 保住爱心觉罗氏 你这话什么意思 淳晨 回来 住这儿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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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笨上笨脚的 春蝉呢 把他狗叫来 主 春蝉姑姑还没回来呢 这春蝉跑哪儿去了 主 主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主 方才有人瞧见 荣沛和叶昕带走了春蝉 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什么 那人不会是看走眼了吧 不会有错的 奴才仔细问过了 那还不快去找 奴才这就带人去寻 等等 敲声喜 不要让别人知道 喳 下去吧 是 春蝉 你还是如实说吧 这些事 是不是都是皇贵妃做的 你到底说不说 不敢我们主的事 奴婢也什么都不知道 替皇贵妃办事的蓝翠 镜中 云角都死了 春蝉 你知道皇贵妃那么多事 你想她下一个灭口的会是谁 你们就不用费尽心思 挑拨我们主仆关系了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容卑 咱们走吧 是 等天黑里再放人 好 停 娘娘 走吧 替皇贵妃办事的蓝翠 静忠云角都死了 春缠 你知道皇贵妃那么多事 你想一想 她下一个灭口的会是谁 朱 奴才无能 找遍了也没找到春缠 除了安华殿 那里有荣亲王的百日祭祀 奴才也不敢贸然去寻啊 没用的东西 滚出去 知恶 春缠 你回来了 朱找了你好半天 奴婢让朱担心了 起来吧 跟丢了魂似的 多谢朱 上哪儿去了 奴婢也不知怎么 就被荣沛和叶欣 带到了安华殿 扣了半日 易坤公娘娘也在 他们一直逼问奴婢 可是奴婢什么都没说 他问了你什么 易坤公娘娘问的 无非是他最疑心的那些事 主 奴婢真的什么都没说 若是说了 奴婢自己也没命了呀 好了 本宫自然信你 时候不早了 你也回去歇歇 是 皇祖母 于娘娘已经回来了 我为什么还要挪去 慈宁宫跟皇祖母住呢 你呀 就安安稳稳 跟皇祖母住上一段 咱们祖孙俩俩在一块 什么 永姬被太后 带去慈宁宫抚养 是啊 奴婢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立刻来回禀主了 他们 不会是查去到什么了吧 应该不会 奴婢做事一向小心谨慎的呀 那这好好的 太后为何要从协方殿 接受拥挤呢 这个 奴婢也不知道啊 或许是因为太后 可怜十二阿哥吧 那御膳房那儿呢 慈宁宫有小厨房 这御膳房的饭菜 恐怕是再也不能送到 十二阿哥跟前了 这好不容易排布了这么久 突然便动不了她的饮食了 岂不是前功尽弃 这东西 本是天长日久采取效用的 如今突然被打断 自然是乱了您的安排 不过想来太后年迈 自然也照顾不了十二阿哥太久 咱们还是有机会的 把本宫的护甲拿来 是 把本宫的护甲拿来 好不容易祖孙三个一起吃饭 个个食不甘胃的 永继 皇祖母小厨房的膳食不香 到了你皇阿玛这里 还不合胃口 皇祖母 孙儿想吃御膳房的饭菜 这就是御膳房的饭菜 有合不合胃口 没有儿臣在尚书房时的好吃 回皇上的话 是二哥在尚书房时 的确敬得香 慈宁宫的小厨房也就罢了 都是御膳房做的饭菜 怎么永继就非得惦记着 尚书房里吃的那些呢 儿臣吃不下了 放肆 瞧你说话举止 还有没有点规矩 儿臣知罪 罢了 与其责怪永继 不如去查查御膳房给他做饭菜的厨子 若真是合口味 那就继续给他做着 皇娘说得是 傅佳 你去问问 是 太后为什么要查御膳房 还惊动了皇上 奴婢也不知 只听说是十二哥非要去御膳房做的饭菜 布满慈宁宫现在的饮食 才会让太后起疑心 哦 那日又碰巧 是太后带着十二哥一起去养心殿用膳 就连着皇上也知道了 你不是说 那个东西下到几时了 多了会产生幻想 少则慢慢损伤五脏六腹 为何十二二哥吃了会走面相呢 奴婢没有亲身试过这个 更不知道此物吃多了会上瘾啊 混账 你是故意要害死本宫 奴婢怎敢 太后就算要查也查不出什么来的 那也许原本就是作为配菜放进去的 祝 祝他可放心啊 放心 本宫看来未必是太后一心吧 你是不是在安华殿说了什么 才让太后带走了永迹 还如此防范 奴婢对天发誓 奴婢对主忠心耿耿 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主明鉴 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说过 更不知道皇上和太后 为何会突然提起此事 奴婢 主啊 十五阿盒快下雪了 您看要不要去接她 你去补我盯紧了御膳房 那个伺候十二二位隐食的人 过了这段时日 打破她出宫两个干净 若再生事 本宫饶不了你 是 是 主儿 您怎么起来了 您喝了太医开的药 才昏睡了几个时长 要不再歇歇 给本宫梳头吧 是 宫阳晨 本宫昨日一时糊涂 下了重手 还疼吗 不疼 奴婢没事了 老朱挂心 但本宫从来没有打过你了 奴婢知道 看你嘴唇发白 来 给你抹点口致 也能显出在本宫身边当差的体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好看 谢主 对了 很久没给额娘上坟了 你早去出宫 帮本宫 拔掉坟头上的野草 是 奴婢知道了 去吧